各位小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Po Sir 也很快來到我們第三條的影片 我們這個工業4.0,保育4.0的動物,是否叫Stamp課程 我又記得了,保育4.0我一定會加回 只要你們有什麼意見,我都一定會加上去 好,事不宜遲,我們來到這個課程的第三條影片 好,我們到第三條內容了 記得上課跟我們講過什麼嗎? 上課最後我們就,可能我講得有點急,我可以講慢一點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來的,我們需要學習的 那就是說,事歷好,我們有個五七一的一個表 考考大家看到,有幾隻老虎那些 其實我最初都說錯了,就算你看到那裡有幾隻老虎 十六隻老虎 就算你看到八隻,十六隻也好 都是在講你的視力,或者我自己覺得 都是覺得你看東西比較細心一些 視力比較好一些 但是,觀察力強不強呢? 我們要在國東奧運會的工作人員 需要觀察力強的 觀察力強不強呢? 其實關乎到很多其他的因素 不是只是看東西夠不夠細心 大家現在認識一下,我們有一個米奇老鼠 就代表我們的觀察力測試來了 我們真的去一些觀察力測試的小測試 有幾個遊戲 這張圖,首先我想問大家,你會給它幾分呢? 大家仔細看一看 畫功來說,先當是十分滿分 畫功呢? 其實我覺得起碼有七至八分 或者甚至有些有八、九分 但是,如果整幅圖畫 你以為最後給這張圖畫幾分? 大家猜不到 大家或者可以停一停 在這裡,影片也可以停一停 讓你自己想一下幾分 這張圖畫席 可以這樣說 最後呢 我給它 零分 是零分 是零分 嘩,大家可能有點差勁 我記得我上幾個課的時候 都會,小朋友說 不是啦,這樣也零分 你畫得多漂亮啊 會畫我 其實呢 為什麼零分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 觀察力 因為這幅圖畫是完全完全不合理的 為什麼不合理呢? 有個男人 有個叔叔 有個男人 他呢 就過轎 你會發現呢 這裡有個水 這些水呢 我想問 是不是河來的? 是不是? 河來的 河了 我想問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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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水呢? 不要緊 不要緊 你說這些水 不是河來的 你可能說是湖來的 那如果有一個湖 如果它只有一個湖 那為什麼 它有一條橋呢? 正常是不會有這樣的情景 所以呢 其實這幅圖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給它零分 所以我認為觀察力是不同的 視力好呢? 不代表你只要看細心 因為你發覺看完之後 要動不動腦筋 看看它有什麼問題 在裡面 這幅圖是比較簡單的 這幅圖是比較簡單的 這幅圖可能我會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停一停這條影片 去看一看這幅圖 但其實我想大部份 都很快會看到它有什麼問題 其實你如果看不到的話 可以從它的風向想想想 這個提示 一聽到這個提示 就馬上看到了 風向就是 但是呢 它呢 怎麼會有一些風吹到那邊 它那些風是怪風 一邊吹樹就吹到那邊 吹到那邊 吹到那些煙 吹到那些煙 吹到另一邊 有點奇怪的 所以 都是有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這幅圖也不會高分的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這個動物奧運會來的 講了很多 一些視力的測試 看的細心的測試 觀察力測試 我們現在 不如直接講一下 真的關於動物 關於不同的 奧運會裡面的比賽 首先游泳比賽 我先介紹一下 南極隊 這是什麼來的 大家我想都會知道 是八爪魚來的 這隻呢 我想很多同學都會答我 是瓊魚來的 瓊魚 那我想 有沒有同學會答得 它是什麼瓊魚呢 會不會 這個 我想你們可以 你們有心目中的答案 就行了 這個 第三隻 這個 就是一個 大人也未必答到問題 這隻是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有些是海豹 有些同學說海豹 有些同學說海獅 有些同學說海獅 有些小朋友說海狗 那其實這隻究竟是海獎 海獅 海獅 海豹 還是海狗 沒有呢 哇 這個簡直是有些 很多食物大人 他都未必知道的 那就是 我也是不可以猜 之後 在我們之後的影片課堂 裡面 一定會得到答案 那 那 那 好了 這個是什麼呢 我想都需要再 埋關子 了 這兩 一同二的圖 都是企鵝 來的 那我想問 這兩隻企鵝 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看看 你有興趣可以停一停的影片看看 是有的 那我想問 如果大家之前說 記得我們上課說 選手證件的概念 證明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就這樣說企鵝症的話 這兩隻企鵝 豈不是歸為了同一個證件 那對不對 它們兩個 都不一樣 不同品種 如果你都叫它企鵝症 你不就是 變成同一個證件 就可以表達到它們兩種不同的選手 會不會有些奇怪呢 那 這裡就是第一個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要大家想想 那 首先呢 我先開個故事 第一張圖那個 叫巴布雅企鵝 第二張圖那個 叫皇帝企鵝 我想很多同學會比較熟悉的 皇帝企鵝 不過 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 去到這條就差不多了 那大家想一下這個問題 究竟 如果我做企鵝證件 是不是就已經可以正確呢 兩種企鵝 是不是可以用一種選手證件 來表達呢 大家 可以想一下這個問題 好 這條影片去到這裏 好嗎 就是 好